大家好我是幻星 今天我们继续带来一场视频 这个是关于内奸的视频 首先看一下巡逾主 这边的话 选择了马带 其实马带能送去武空间 跟他一人四血 也稍微能跟主公有一点点配合的相性 最主要马带有时候有强杉 哎呦你看他这人 四血武将冬王死里忙 还好提了一张杉 要不七手不就哭了吗 呃马带还有个好处就过牌多 我们七手直接潜袭主攻 呃不管怎么样 后头反贼偏多 那我们 我们潜袭主攻就潜袭主攻吧 完了潜袭主攻杀了个三血 其实跳的是明内哈 对吧 我要是我要是反贼的话 不敢杀巡逾 我会砍诸然的 这一刀 这一刀是直接跳内的 虽然说有的人说 是不是把主攻的K牌给骗了 五血 他七手都九杀我们了 还给他留那么多面子 就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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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 曹修作为一名反贼 都杀我不杀朱然 其实朱然比我向中啊 那我都跳了明内了 但是曹修还干我 但是我作为一名那些 我直接保血线了 我不会中两 中两滴血的 我直接丢牌保血线 我也不管了 对吧 而且这个时候也给 寻一留解密空间 这边朱然 切手这一波 效果非常的明显 那个 胆手一 胆手二 胆手三是 因为有联络 要不胆手三有了 这直接刚死一个松上香 没有刚死 曹修有套 可以 这朱然这切手牌 爆炸啊 这是 两次都是完美 结命决斗 刷的牌 就这打不死 随上香 那你只能说反贼 太命运了 这唯一我们跳内 被压了一下 特别伤 其实对于我来说 这开局 我不管这主攻 主中方打出效果 什么的 开局对我们内奸 肯定是伤的 因为我挨了 挨了熊玉的九杀 骗了熊玉的无蟹 然后被反贼 还刚了一波 打空手牌了 就不 鱼鱼鱼什么鱼什么 都不合适 下午是这边亮了个头 下午是忠诚 是不是 还是他不愿意救孙上香 那也有可能是不愿意救孙上香 当然有具体看 因为他三血的 我永远不备心 6ID血 凉血了 这个时候就讨论一下 如何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翻盘 半军一生 不寂寞 这边乐了一下 熊玉 熊玉刚才解命了一下 自己不能让他动 其实其实这个局到现在来觉得都不像是我们的局 要不主攻被推死了 对吧 要不 哎 这个无蟹判断 是不是有名的呀 刚才我没注意 刚才我打了一下字 这个是把曹之翻回来 继续的压一下下午是 刚才拆掉无限 强行乐了一波 有一张桃子 不动了 曹销有距离 他是杀谁啊 他没有选择杀主 哎 他是怕 他 不知道 可以高一波主呀 他三张牌 但是他可能怕 他觉得主流 闪九可能关系比较多 再加上我马带 他怕解命一波打崩也行 就是反对觉得现在优势球闻 我们不能说什么 随便曹植一波 那这样子的话 如果真的寻势是一张桃九的话 他们真有可能奔 所以说曹销刚才是没有问题的 只是个求稳的打法 但是反过来看 曹植就有一点点稍微的不冷静 但是他可能是有多余的出多杀牌 想刚这一下 我这无蟹肯定不管寻势了 这个时候你寻势你死 洁明了那么多牌 你死那也关不着我啥事了 我的内奸也想玩啊 就算我无蟹保了你 我一血了 我也没没任何玩的余地了 所以就让他自求多福吧 通过自己解命的派 所以无蟹是给给自己打了 去火 这边主攻还是有点危险 看下潜席 决斗 这下我们有人头了 这个拿红牌封了桃子 可能有的桃子 我觉得我家杖八是稳 稳双沙牌 我觉得这个曹销人头是肯定有了 古军深入犯了兵家大忌 别着急 拆下潮 保护下主攻 就不给潮 蓄报牌 免得潮打死巡域 然后去杀朱然 对 控一下场 反正曹销人被翻面了 不 朱然不会傻的把潮子打的翻过来吧 这种可能性是不可能的 对 你应该相信大家 所以说 我双拆 把潮的蓄报牌拆了 免得他打死巡域的同时 去压一下 朱然 这我们有一张桃 这个人必须救了 你看作为那家 我们都这样子了 我们都要想他给主攻 因为我觉得这一局打下去是要赢的 所以我们能保护就保护一下吧 这边寻遇 铁锁完了 杀一刀 带了个八卦阵 八卦阵还好 就防一下曹植 不要让我觉得曹植危险 我这好像要收 曹昂吗 哦 真的是 这个可能是 这个当时我可能是想的 如果我现在 我现在去打朱昂的话 没什么效果 不如收曹昂 降低反贼推死主攻的几率 再看一下位置牌来限制朱昂 朱昂状态并不是很好 而且他肯定要刚一波曹植 所以我用红牌封了曹昂 把曹昂的人头收过来 然后去控制朱然 而且我们也看到收人头出了个顺手 控了这个 呃 人王盾 这些 留闪九 因为我有杖八 有闪就行了 杀我的话实在不行 我杖八拍两张牌去补 看一下曹植 曹植这边刚一波 但是就看你们了 我这边是没逃了 我已经救了很多 不过作为一个忠臣留逃了 我 用不背弃 我像杖八拍 宝雪线 我就想的 这个时候我肯定不想随便飞雪的 我说这个八卦阵能稍微防一防曹植 也是好的 这下的话 其实大家都觉得稍微有一点点机会了 曹植一滴雪 朱然一滴雪 都是能随时打死的 呃 我把刚才那句话能不能收回来 主攻在这个时候已经选择去控我了 当我们玩到主反中内的时候 主攻都主动的去控你的时候 那说明你控场非常的好 主攻已经怂你了 他觉得你内奸想赢 你已经可以赢了 他在他的心目当中觉得内奸可以赢 我没想动 所以我拿了一张无蟹 我压根也没想出来 我再看看情况 因为主攻不危险 主攻也有八卦阵 看曹植怎么打 别着急扔 给我就好 借刀杀人 杀 杀 这客气是吗 这些都是我的 听说你刚才乐我是吧 这是必须给他个教育 让他们不要在那儿嚣张 对不对 内奸 这种人是撒心病狂的 不要再去乐我 搞我了 反正还没死呢 你过来搞我 就必须教育他一下 来我们捡一马害了曹植了 这边继续一个冰凉限制我 流人亡盾 哎呀天过 不好意思 但是没有什么暖用 到此为止了 祖宗现在已经强势的压制我 反正他们已经觉得我 威胁了 而曹植这一波 因为有加一马 先看一下拆 能不能拆到曹 打死寻遇 寻遇那边有张酒 保一下 不过南蛮伤我一滴血 好处是帮我打猪燃一滴血 如果曹植没距离的话 有可能帮我杀一刀猪燃 会不会不会 当然这个情况下 就遇到一个很严肃的情况 就曹植不好杀的 对吧 就这个时候曹植回了血 你就反而觉得曹植不太好杀了 而这个时候主公还在搞我 曹植都凉血神装了 他原来是要拆了我去火杀吗 单纯一个雷杀 多么惨 这内奸从棋手开始就多么惨 我想问一下大家 但是我们不能放弃赢的希望呀 要不这能出视频呢 大家注意一下 那明的那什么完了拿一张最废的牌 压根就不想给他好好情况 分了竹燃 就肯定肯定曹植是不会救的 对不对 这个连弩送了也没有办法 枪开一个陶原 这是我无奈之举了 你说我不打死竹燃 竹燃反手会打死我的 因为他没距离 竹燃必须死 唯一就看曹植愿不愿收我 收我没人没人头牌的 但曹植好像不愿意收我 也正常啊 他收我没人头牌浪费杀 他就决斗主公压主公学 找机会去偷竹了 给予我们一些喘息的机会 这个时候就好了 而主公一看忠诚一死 他也不对不会对我 贪的什么了 这边的话 曹植现在是老大呀 他拿连弩威胁着我们 所以我们 我们潜息的目标 选择的寻遇 但没想到过出顺手了 拿了加一马就不怂了 这个连弩威胁近尸 可以慢慢的再打一会了 这个加一马必须拿 不要考虑拿连弩啊 拿连弩人家杀不到寻遇 他很生气的话会砍你的 所以拿加一马卡死他 这样两个神加一慢慢的 这个时候我就不潜息了 因为我潜息也没有想去破防 再说潜息老过梅花 刚才是急嘛 对吧 那个做一些那些潜息的动作来方便去影响他们对场面上控场的判断 而这时候主板那慢慢打的话就不要随便去潜息了 因为除了你要封保护牌的时候用一下 正常情况下你不要多过牌来给曹智再去过梅花 万一过出来一些麻烦的牌比较麻烦 所以就考虑一下 当然这个时候我就在要要动肯定是要分东西了 因为我手牌比较多嘛 除了梅花我可以不用认梅花 所以可以在潜息过过牌提高一下我们影响的效果 反正刚才球闻一下是没什么问题的 这边我们就慢慢打了 进了单天我们能打过寻遇的 大家看一下我一直去做一些动作 潜息寻遇杀曹智 曹智因为不好杀死不急 潜息寻遇是给曹智一种潜台词说 我这还是要控场的心压压你状态 这些东西都是要做到底 寻遇不动了 寻遇现在有啥都不想杀 他想把我的状态打没 我还给他 我他好心意意给他留了一张桃 你看他这动也不动 好的我吃桃了 反正曹智现在对他威胁也没有什么多大的 你看这这寻遇还藏讨 我心机呀 寻遇不敢动 动完人头就是我的了 他打到翻面打不死的话 人头就是我的 他肯定不敢动 这个大家放心 除非他双杀 他要双杀了 对他唯一敢动的理由就是他双杀了 送了人头 这个时候进了单挑 寻遇单挑能力不强 这个单挑分析一下 寻遇单挑能力不强 对吧 但是呢 他神装加木马加冠石斧 对我们的威胁非常大 这怎么办呢 就慢慢打呗 找机会先把威胁的东西弄掉 过牌 出过拆了 好事情 我先拆冠石 没有先拆木马 冠石对我的威胁太大了 留沙闪 哎呦 干嘛 还好他断杀了 下次宝宝了 冰凉限制一下 他断杀了吗 我就不急 冰凉先限制一下 天过 哎什么喊 我敢杀你 哎呀 现在你们是不是也觉得很难打 我也觉得很难打 别说我当时赢了 我现在看都看得很难打 不要说我当时打这个直播赢了的 就我现在看我都觉得好难 无懈一定要 无懈一定要去限制木马的时候 去考虑怎么能限制掉 我加快点速度吧 这个状态越来越低了 他都没选择寒冰 就这个这个关键啊 出了个桃再加上白银狮子 就上轮的白银狮子加这轮的桃特别关键 一下把状态撑回来了 有个木马就麻烦 那边他八手盘 这个无懈我不能随便乱打这张无懈的 一定要找到方式把他木马限制掉 这个时候 刚才那次白银狮子加桃 撑起状态来给了我们转换的余地 除了过拆 我这个无懈是要拆他木马的吧 不过人家双无懈 没防住 不是 没拆掉 但是我们通过慢慢的调整手牌 已经把手牌的状态找回来了 这个时候大家注意一下 我虚报了一个连弩 其实我这时候所有的思路都围绕着连弩在打了 而且连弩我不会轻易的挂出来 我觉得这个局只能靠连弩翻盘了 当然你们也可以说不叫翻盘 这一波好事 出来一个顺手 强行把木马拿出来 因为现在没有牌要放木马 我就先再放一放 这下的话我们优势就出来了 木马又拿掉 因为有寒冰 我现在不敢扔闪 所以把杀先扔了 不急慢慢打 反正他也是白板过牌 我过牌现在比循运高 为什么我们从棋手那个劣势 慢慢慢慢打回了这个军势 再慢慢出来优势 大家要注意啊 循运现在的过牌能力是 没有我们高的 我们每回合过三张牌 他是过两张牌的 所以我们才能把局势慢慢打回来 其实这个时候 你们已经能看出来 我们从那种状态打成这样子的话 只能说我们一定会赢 赢的只是时间的问题 而且我再虚报一些东东西 大家呢 比如说我现在 我连弩一定不会挂出来 避免他看穿我 对吧 弄了简易马 防止他顺手顺我的牌 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些细节啊 这边有两张无限 我才挂出来的 因为我知道他拆不掉了 而且简易马我限制掉了 这边拿桃 因为我桃已经用不到了 这边 这边再续爆 再续爆一次 杀其实我觉得差不多了 再续爆一次 八卦阵一限制 完了 下一轮我就该动了 这边直接死的 我用红牌分了他逃闪 他是防不住酒杀的 直接一波 除非有酒 能苟延一下 这局主要是想体验一下 在烈士控场的时候 就被大家非常针对的时候 如何去把握节奏 让祖宗不敢去过分的去限制你 打到单挑的时候 去找到自己的优势点 利用自己的过牌 慢慢打回状态 然后找到核心牌的时候 懂得去续爆 完了 找回机会 直接秒掉 我们续爆的正好是够杀死他的 因为我用红牌 封了他 封了他 桃和闪 那个输出是够的 大家可以看到 他是有闪有桃的 但是我们潜息的效果是弄了 所以当我把八卦阵一弄 输出正好够 当然有的朋友说 如果有酒活了 无所谓 活了 我们也是打一血的群域 那根本不怂 而我是满血满手牌 还有两张无限 他是没有任何翻盘点的 所以最终的话 表现 大概就是这个问题 这也是 马带打法 尤其是我们 起手就被压制非常残 反贼在刚 我们主攻 其实这局单挑赢 是应该赢的 就是大家别说 不就赢 那个 怎么怎么样 单挑是应该赢的 群域单挑本来就弱 虽然说他神装进的单挑 但是呢 我们是主要体现出来 在内奸 起手 跳清楚内的时候 或者是想办法去降低嘲讽 没有成功的时候 去找机会 大家可以看到 我有时候是不保手牌 保血线 血线永远在 关键时刻 对于内奸来说 是高于手牌质量的 你内奸可以不出力 对吧 我手牌 我手牌打不出效果来 但是你绝对不能 没有血线 没有血线会出现 两个问题 一 你是血线嘲讽 对吧 你血少了 反贼 管你了 反正也不是反贼同伴 对吧 你一血了 我不顺手打死你 合适吗 不合适 一是血线嘲讽 这个问题特别严重 第二点的是 没有以后控场的余力了 你留牌留的少 怎么怎么样 所以在对方用三三格距离 就曹修干我的时候 我一言决然选择保血线扔手牌 对吧 我哪怕三轮酱油 那也是你主攻害的 谁让你主攻 去救杀我 对吧 这个无所谓 所以这个东西大家要理解 就是对于内奸来说 血线要高于手牌质量 除非你是好几个AOE 到你动你要秒全场 你如果达不到这种效果的话 永远是血线要高于手牌 这个主要是内的考虑 那行 今天这个视频就到 谢谢大家 感谢大家收看 我们下期再见